股票处于历史高位 美国经济也在蓬勃发展 但是大摩 小摩 美银和德银 都已经开始告诫投资者尽快撤离 我们先来看摩根斯丹利 大摩首席股票策略师威尔逊指出 企业已经开始面临从材料 后勤支持 到劳动力等各方面的严重供应短缺 他预计 未来几周企业公布第一季度财报时 可能会带来坏消息 同时 封锁措施减少了供应 使价格飙升 同时损害了利润率 所有方面的供应都短缺 最重要的是第二季度前景方面堪忧 同时 大量的IPO和SPAC 抵消了美联储提供的充足流动性 而当新股表现不好的时候 这是股市下跌的领先指标 如果再加上很高的杠杆 那么风险会更高 摩根大通仍然看好美国经济 其分析师 策略师和经济学家 在最新的研讨会上 讨论了拜登政府未来100天的发展 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了 美国银行也对市场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分析师表示 市场对好消息的定价过高 看好美国经济 但不看涨 标普500 德银首席股票策略师 在最新的报告中警告自己的客户 他预测随着经济增长去平稳 股市将出现大幅盘整 跌幅在6%至10%之间 它是用制造业指数 来衡量周期性的宏观经济增长 ISM增长通常在衰退结束后一年左右 达到顶峰 正好在我们看来的点上 从历史上看 标普白指数 在增长高峰前后的抛售幅度 为负的5.9%到负的8.4% 抛售通常在ISM高峰后两周开始的 中值持续了6周 不过他也强调 经济复苏还在稳定阶段 或许公司业绩目前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上面仅仅是信息的风向 我们还是维持短线谨慎看多 中线看空 具体的大家可以参看 第414期的视频 对于大多数交易者来说 现在的行情是多看少操作 尽量不要杀跌追高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周末加密货币们突发崩盘时暴跌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来聊一下 这里多谢大家点赞 记得可以多分享一下哦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比特币一度跌破5万2000美元 遭遇大屠杀 近50万人爆仓 由于下跌速度过快 估计很多人连下单都来不及 就直接爆仓了 比特币交易中杠杆放大了多空的价格走势 5%的波动就足以让运用20倍杠杆的交易人士 必须平价 据比特币家团最新数据显示 24小时超50万人爆仓 比特币的快速下跌 让投资者损失惨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背后的故事 周五 土耳其央行以可能的无法弥补的损害和交易风险为由 禁止使用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进行购买 今日有市场消息称 美国财政部将指控数家金融机构使用加密货币洗钱 有观点认为 这或许是引发加密货币大跌的原因之一 据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等财经官员 相继对比特币洗钱 恐怖主义融资及其他非法活动发出警告 美国政府最近提出一项反洗钱规定 将数字货币存入电子钱包者 如果交易金额于3000美元或以上 必须接受身份调查 这里跟大家说个故事 美国司法部透露 从一个神秘的黑客那里缴获了近7万枚比特币 还包括同样数量的三种分叉货币 价值高达40多亿美元 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收缴的最大一笔个人财富 美国司法部没有披露证明比特币大盗的身份 只称其为个人X 个人X跟政府达成了交易 将非法所得交给了联邦政府 而联邦政府则不揭露其身份 可能还免除了对其起诉和追责 目前联邦政府正在下法庭 申请拍卖这批比特币许可 拍卖所得将归财政部所有 这让美国政府尝到了甜头 类似打击的手法 以后会愈加嫌熟 Coinbase的CEO 出售公司股票套现2.9亿美元 内部人士累计套现超46亿美元 Coinbase的CEO 以三笔价格不同的交易 出售了74万9999股 总计约2.92亿美元 公司CFO以388.73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全部25万5500股 总计约9932万美元 Coinbase上市的消息 也推高了市场对数字资产的兴趣 多种加密货币价格 近日大涨至记录高位 在Coinbase成立之初时 比特币售价仅为6美元 其公司的首位员工入职时 签下合同 只愿意领取比特币充当工资 他的起薪为5万美元 在为公司效力的三年时间里 这位员工足足领了三年比特币当薪酬 而且在2017年投资了改公司 目前负责客户支持工作 已经晋升为Coinbase的风险主管 前期获利盘积累过多 也造成了一定的抛压 获利盘中获利最多的利益方 不是这些机构公司 而是挖矿工 数据显示 在最近的30天时间内 比特币矿工从业者 平均每天赚约5000万美元 是去年每天获利资金的4倍左右 这些矿工结算抛售是日常 随着虚拟货币的行情持续看涨 网吧也正在变成矿场 以一家拥有200台电脑的韩国网吧为例 每天挖矿15个小时 可获利至少100万韩元左右 约合900美元 目前韩国约有两成的网吧已转营挖矿 同样 多家上市公司 纷纷宣布转型挖矿 成为制造比特币的矿工 而不是仅仅拿钱去买矿工提供的比特币 周四 全球首支反向比特币ETF 已在多伦多交易所上市 这是一种无需使用保证金账户 或做空期权就能做空比特币的方式 一共是两支 分别是HBIT和BITI 这意味着做空比特币多了一种方式 也许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数据显示 95%的比特币有2.4%的账户控制 所以无论做多还是做空 其实都是机构说了算 币圈的镰刀往往只在大佬们的一念之间 没有性的利好预期出现 市场缺乏有效的刺激 疯狂背后唯一确定的是 暴涨暴跌中总会有人赚翻 也必然会有人陪葬 我们认为 上面所说的美国财政部将指控数家金融机构 使用加密货币洗钱 不过这些消息是可疑的 财政部不会对洗钱做出指控 这是司法部的职权 同时对多家金融机构提起诉讼是不寻常的 此外 刑事调查必须严格保密 很少对外泄露 不过 机构的大举入场更是加重了监管对加密货币 在洗钱方面的担忧却是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 自2013年以来 美国证交会一直以防止操纵和犯罪行为为由 拒绝了所有比特币ETF的申请 而加拿大的监管机构对于追踪比特币和 SPAC的ETF的申请则要比美国宽松得多 比特币ETF在多伦多分身水起 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 与此同时 美国标准比特币ETF的申请也在不断增加 目前至少有8家公司参与了竞标 其中包括复杂投资和银河数字资本管理公司 最先获得批准的公司可能会面临巨大的需求 获得惊人的利益 这促使各大发行方继续发力 游说提交申请 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复杂投资 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我个人预计 最终美国不会放弃这块大蛋糕 让加拿大独享其成 而这个是比特币的下一个催化剂 短线来看或许还有反弹 值得注意的是 USDT目前在某些平台价格已经涨到7元 而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仅6.5 这或许意味着有大批抄底资金正在路上 但有些币种就要非常小心了 如果马斯克不再带货 某些币种有崩盘风险 最新比特币现金跌至每媒850美元下方 日内跌14.44% 每月人暴跌引发的市场恐慌 都是机构资金扫获比特币的时机 上一次是4月8日 同样全线暴跌 但事实上 仅仅在上次暴跌后的6个小时后 就开始被资金抢筹了 数据显示 这在很大程度上 与一些机构资金抄底增仓有关 当时 主要的数字货币券商公司 一天时间就吸引了1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我们在6天前 第414期的节目中说过 比特币6万左右这一红线一旦被突破 就会迎来监管发言打压 获利盘抛压 将成上攻阻力 目前整个加密市场在比特币率创新高后 主流币种也相继出现股涨行情 这是牛市中后期的表现特征之一 综合本轮比特币牛市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 在于两点 第一是资金面 比特币继续上涨的基础 就是需要大量的增量大资金进来接盘 而目前资金面的乏力才是重要原因 当前主要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 货币政策的调整只是时间问题 未来量化宽松结束时 价格大概率会回落 其次 土耳其监管禁令 不是数字货币市场的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最新市场消息称 印度政府将禁止加密货币 对在该国交易 甚至持有此类资产的人处以罚款 而随着加密数字货币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更多的国家会出台针对 加密数字货币的具体监管措施 上述两个关键事件 在未来一定会发生 但不知道具体何时会发生 这或许正如道士理论所解释的那样 市场的主要趋势是可以被预测的 但具体的运动轨迹优势是测不准的 总的来说 目前最好还是静观其变 这里只是分析行情 不是财涨跌 最后和大家说说比特币的走势 对于比特币概念股中 矿机企业的影响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 这些企业的营收和利润来自于挖矿行业 而挖矿行业的利润直接受币价的影响 所以这个影响是连续的 第二 随着需要的算力不断提高 矿机厂商的芯片工艺提升 以及低能耗技术的迭代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第三 主流加密币一般都是采用通缩机制 及产量定期减少 比如比特币的每四年减半对矿工会有影响 也会对这些矿机企业产生影响 第四点 中概股普遍成压 自从一些做空事件以来 即使最终辩解 但会造成既有的事实 中概股仍然会面对不小的质疑 上面只是一般的分析 每家企业当然需要独自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 以上观点仅代表一家之眼 并不构成投资建议 好了 本期短视频就到这里了 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欢迎大家交流指正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